中国平均寿命 国家卫健委发布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2017年的76.7岁 提高到2018年的77.0岁 孕妇死亡率从十万分之十六点六下降到十万分之十八点三 幼儿死亡率从千分之六点八下降到千分之六点一 统计显示 2018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数达83.1亿人次 比上年增加1.3亿人次 2018年居民到医疗卫生机构平均就诊6.0次 2018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量达16.2亿人次 比上年增加0.4亿人次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服务中心门诊量占总门诊量的23.1% 所占比重比上年上升0.1% 2018年末 全国卫生人员总数达1230万人 比上年增加55.1万人次 2018年 每千人口职业医师2.59人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2.94人 每万人口全科医生2.22人 每万人口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6.34人 2018年全国卫生总飞影预计达57,998.3亿元 其中政府卫生支出占28.3% 社会卫生支出占比43.0% 个人卫生支出占比28.7% 人均卫生总费用达4148.1元 卫生总费用占GDP百分比为6.4% 从人均预期寿命历史数据看 1960年的2015年 55年间 中国国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增长了32.64岁 增幅达75% 据世界银行数据 1960年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43.35岁 1970年为58.68岁 1980年为66.52岁 1990年为69.03岁 2000年为71.73岁 2010年为75.01岁 至2015年为75.99岁